小猪贝奇全景立体书猪爷爷和猪奶奶的菜园 这是猪爷爷的菜园 这是猪奶奶的鸡舍 看一看里面有很多的鸡出来寻找食物 小猪贝奇呢在喂食小鸡 这个呢是小猪贝奇和他的小伙伴 准备到猪爷爷的小菜地来帮忙 那他们会干什么呢 看一看这里 这个菜园里面有很多的西红柿 还有胡萝卜 还有草莓 这里呢还有生菜 哇生菜里还躲了一个小蜗牛 猪爷爷准备摘一些西红柿 回去给小猪贝奇和他的小伙伴们吃 看已经摘了满满一篮子了 鸡舍里呢有很多的鸡蛋 那鸡舍的旁边呢有黑莓 小猪贝奇对猪奶奶说 奶奶你可以摘一些黑莓给我们吗 猪奶奶说当然可以 不过摘黑莓要借助梯子和钩子 那今天呢这里呢有一个钩子可以摘黑莓 摘下的黑莓放进篮子里 看黑莓已经装满了 这里是什么呀有小树屋 有秋千 还有池塘 池塘里面还有鸭太太 这一个呢是猪爷爷的小棚 猪爷爷的小棚里面呢装满了猪爷爷 种菜的工具 走进小棚内 看一看猪爷爷在干什么呢 在整理他的工具 看看工具挂在墙上 打开门 看一看外面 有苹果树 有苹果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